还有为您查播最新消息是刚刚曾经为您报导是我国的驻美外交官 10号遭到美国FBI逮捕拘留 而外交部已经是表达了严正的关切 为何被逮捕 根据外电的报导是这一位我国驻美国堪萨斯办事处的处长刘珊珊 被FBI以外籍劳工契约诈欺罪名逮捕 由于台美外交方面有豁免协定 美方却突然逮捕我国外交班 在上午外交部次长沈旅巡召见了AIT代表代处长 表达严正的抗议 要求立刻释放我国的驻美人员 在过去的一年里头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非常的好 改善了很多贸易俄从46.8亿成为美国第一次长贸易伙伴 画面中这一位在双十台美国庆酒会上招呼各位的就是我国的驻美国堪萨斯办事处处长刘珊珊 从照片当中以及相关的活动可以看到 他相当活跃于台美外交圈和众议员握手寒暄交流也跟联邦参议员夫人参许 不过我国的这一位驻美外交官却在10号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干员 以外籍劳工契约诈欺罪名逮捕拘留 我国外交单位已经表达了严正的关切 有进一步的讯息我们将会随时再为您插播报导 我们将会随时再为您插播报导